都说吕后有个男宠叫申义姬 在刘邦称帝之前两人就在一起了 这是不是真的 吕后究竟有没有给汉高祖带过绿帽呢 上回说到申义姬早年是作为管家和男保姆的身份 受刘邦所托来照顾吕之一家老小的 后来吕之和刘邦的父亲被项羽当成人质给抓了 申义姬也一同被俘 两年后 刘邦假意朝项羽称臣 那他的父亲和妻子才被放了回去 然而 迎接吕之的不是丈夫的体贴和歉意 而是令人心碎的背叛 在吕之离开的这段日子里 刘邦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该吃吃该喝喝 而且还辛纳了一个妾 欺负人 娇滴滴的欺负人 让刘邦顿时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 他不禁感慨 这才是真爱 那么吕之又算什么呢 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此刻 吕之的心里是彻骨的含义 姓刘的 我鄙视你 要不是申义姬一再归劝 吕之连死的心都有了 公元前202年 刘邦打败项羽定都长安 建立了汉朝 吕之虽然被立为皇后 但刘邦却宠幸 汽夫人 魏阳宫内 再也看不到这位 吕皇后的笑容 而不远处 汽夫人的宫内 却是欢声笑语 夜夜声歌 这刘邦啊 不仅移情别恋 辜负了老婆 还要抛弃孩子 立汽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 吕后的心里 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个时候 只有一直 陪伴在他身边的深意姬 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 也正是有了深意姬的帮助和陪伴 吕后才有了一路向前的勇气和力量 有了跟汽夫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说到这里啊 小伙伴们估计都要忍不住八卦一下了 吕后和深意姬到底好上了没 对此司马迁一直是语焉不详 为什么会这样 我分析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没吵到确凿的证据 所谓捉奸捉霜 捉贼捉脏 那个年代既没手机 又没照相机的 狗仔队也没诞生 吕后和深意姬 真要有什么亲密互动 没法拍呀 第二 为尊者会 司马迁呢毕竟生活在汉朝 汉朝的开国皇帝正妻 也就是皇后 公然出轨 对一个皇家来讲 那是奇耻大辱 如果司马迁敢明目张胆的记录下来 那不找死吧 但司马迁毕竟是个使官 使官的职责就是要忠实的记录 所以他还是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 上集提到有人向汉惠帝告密这件事 就是司马迁在婉转的提醒后人 吕后和深意姬那些事 并不完全是空穴挨风 那么他俩究竟是何时好上的 我觉得汉高祖在世的时候 两个人顶多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并无实质的关系 你想啊 吕智毕竟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谁敢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图谋不轨 要知道 刘邦可不是什么善茬 真要被他抓到证据了 半个长安都会被他掀了 这也从刘邦称帝后 深意姬被封为辟阳侯得到了证实 刘邦封赏他 一是对他全心全意为刘邦一家服务的奖赏 二是呢也侧面证明 他和吕智还算清白 至少没什么风言风语 传到刘邦的耳朵里 否则 两个人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甭说封猴了 这刘邦 还不把他给宰了 所以我估计啊 他俩应该是在汉高祖去世以后 才走到一起 那会儿 吕后是大权在握 儿子汉慧帝就是一傀儡 满朝文武 谁不得看吕后的眼色形势 吕后连气夫人和他儿子都敢杀 养个男宠 谁敢瞎逼逼 这下俩人也就无所谓了 直到被人举报到汉慧地呢 不过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段情 或许他俩才是真爱 相比刘邦的薄情 吕后 给汉高祖 戴的这顶绿帽子 不但是合情合理 还相当的解气 有一点必须要指出 深义姬跟历史上那些侍宠儿交的男宠不一样 他为人的一向很低调 哪怕吕后 赌掌大权后 封他做左丞相 也是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件事 据史书记载 汉高祖病逝 吕后密不发丧 他想要趁机杀掉那些元老重臣 为年少的儿子 扫除障碍 最后呢 还是深义姬劝阻了他 深义姬对吕后讲 如果他真要这么做 那整个局势就会变成 大臣内叛 诸侯外反 大王朝就彻底完了 吕后幸亏听从了深义姬的话 才没有犯下大错 深义姬呢 也等于是间接救了很多人的命 这也是后来吕后一死 吕家被元老重臣灭门 而深义姬呢 还安然无恙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见 一个人心地善良 不骄不躁 还懂得夹着尾巴做人 一般来讲 结局 都不会太差